小女婴看着镜头露出水汪汪大眼 穿着洋装跟蛋糕合照杏生 她的绰号叫小婷 出生时只有370克 是体重极小的早产儿 刚出生时小婷躺在保温箱 身体长度跟一包湿巾一样 手脚都只有大人的一截小指头大 身体插满管子用毛巾包着 肺部发育还不成熟 有严重呼吸窘迫症候群 一来到这个世界 就得面临一连串插管急救 同时住在温暖而且湿度高的保温箱 模拟子宫发育环境 在今年5月底的时候 她已经顺利的完全脱离氧气了 所以目前她是跟竹岳的照顾 几乎是一模一样 小婷出生时才21周又5天 按照优生保健法 临床医学上不急救 但因为她的巨大哭声 展现生存意志 让医护决定把孩子救回来 管路的部分也很难建立 所以这样子的孩子 其实在存活上面是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小婷在出生半年后 体重从370克长到4600克 一开始患有早产儿慢性肺病 合并肺高压 带着鼻刀管氧气 配合药物治疗 直到现在已经来到6.3公斤 而这个可以使她既存活下来的 而且又头好壮壮 非常健康 没有并发症 我觉得这个带给我们早产儿照护团队 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台中中山医务指出 过去几乎没有21周早产儿存活案例 皮肤生长不完全 孩子会不断散失体液 而且容易细菌感染 经过重重手术 包括动脉血管栓塞 视网膜病变雷射 坏死性肠胃炎 小婷努力活下来 顺利健康出院 TVBS新闻黄卫军许有详 台中庄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